光中厂的宣誓效忠大会 今天上午9点30分在厂区大操场举行 有厂长江少将主持 全场两千多位官兵员工参加 他们一支高级右手 是以制成效忠国家 服务政府领导加紧生产支援三军 并且愿意血肉之躯 为国家先锋团结自强 以完成国民革命反攻大陆 消灭毛共的重责大任